小伙伴们 注意看 四小只之中的小兰 在用手机生气地给她的爷爷发消息 因为她在四小只之中受到了嘲笑 小黄 小粉 小黑都嘲笑她的笑容猥琐 小伙伴们 难道你们不好奇四小只 之中小兰用手机告状的爷爷是谁吗 我来告诉大家 其实四小只在蛋仔中有一个爷爷 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你们不会还没有发现是谁吧 小伙伴们 如果你发现了四小只的爷爷是谁 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不会就我自己发现四小只的爷爷了吧 对了 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我设置了蛋仔大神才可以关注我 不幸试试看 注意看 小蓝的眼睛和另外四小只的眼睛都是不同的 她的眼睛只有一半 小黑的是圆形 小粉的是圆形 只有小蓝的眼睛只有一半 众所周知 拥有小蓝这个眼睛表情的人 只要一笑 就会一笑毁所有 其实啊 伙伴们 在游戏中四小只有一个爷爷 她的眼睛和小蓝的眼睛一模一样 就是小红蛋 伙伴们 我在玩蛋仔的时候 我发现了小红蛋 小红蛋的眼睛 你们看也是一半的呀 快笑死我了 和小蓝的一模一样 众所周知 拥有这个眼睛的蛋 一笑就会很尴尬 所以啊 小蓝蛋遗传了她爷爷的表情 所以啊 每一次在她生气的时候 都会拿起手机给她的爷爷发消息 哦 小伙伴们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四小只的爷爷 其实就是这个小红蛋呀 小伙伴们